那你已经等了十几分 你都甘愿咯 可以啊 我已经来了很多汤 但是他们都已经卖完了 所以今天就特别 特意来齁 早一点来 那它特色是什么 要来吃你就知道了 大家好 今天阿清在槟城吃炸年糕 这家炸年糕蛋呢 是以一两三轮车售卖 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了 顾客不管多远都会来买 会来等 走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他们这里有炸年糕 炸绿豆饼 番薯 芋头 咖喱角等等 还有一个顾客为了吃这个炸年糕 专程从双溪大年来买 好几次都没买到 这次终于买到了 还有这个芋头 番薯 全部切好了 没有啊 两个五十年了 年糕 今天炸几样东西啊 很多样啊 很多样啊 年糕 碧豆 番薯 芋头 还有咖喱薄 还有咖喱薄 咖喱薄也是做好来的啊 也是要炸 炸好的菜 哦 炸年糕呢 有放两层的芋头 有的是一层芋头 一层番薯 这个也是自己切的啊 怎么会切的这么均匀呢 技术上来做 哈哈哈 年糕是用糯米制作成的 有不同的吃法 马来西亚的人呢 就比较喜欢用 番薯和芋头把它包在里面炸来吃 这样子的话 口感又不一样哦 这是芋头 番薯 还有年糕 你们都是切好的拿来是吗 切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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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切好来的 这个这个是炸 这个芋头 整块的芋头有一大块 哦 这个小块的 这个是这个夹 这个是小边的 这个大块的 哦 有大块有小块的 哦 哦 就芋头一炸芋头的啦 这个就是炸的那个 酱哦 米姜 米姜 哦 你们用米姜的啊 磨碎哦 米 哦 磨碎的米姜 现在炸的是年糕 现在炸的是年糕 所以你的油也是用野油哦 所以你的油也是用野油哦 野油 对 你不要紧不紧啊 因为它就没有这么好味 哦 好 这个你放多一个 慢点 嗯 老板说它的东西都是炸两遍的 这样子的话口感会比较美 有些是用面粉啊这些 你是用米姜 不一样的哦 汤汤的 汤汤的啦 哦 那两次的口感会比较好是吗 要脆啊 哦 这样两次的口感会比较好是吗 要脆啊 哦 现在熟了 熟了 哦 现在蘸绿豆糕 这个是绿豆饭 哦 哦 它已经去掉了 这样的壳 你看那壳已经去掉了了 一定 打掉了没有壳了的 哦 没有壳了的 就是绿豆了的 哦 哦 哦 你们这边开了几年啊这样子啊 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啊 哦 这个一样也是炸两次对吧 全部炸两次我们调整 哦 全部炸两次 哦 我们是以前一直坐下来了的 它就要把网开一年都给我们排档咯 哦 这个也是哦 哦 应该是没有得排了啦 你们这边开了四十多年也挺多的 挺残料的 也有我们的记录在里头了的啦 对对对对 咱们是几十年在这里了 哦 几十年都在这里 没有换地方咯 四十年左右了啦 只是过了四十年了 只是过了四十年了 哦 哦 绿豆饼熟了 现在看看炸番薯 炸番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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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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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少CM的哦 30多CM 30多CM 啊 哦 还有更大的啊 有更大的啊 有更大的啊 因为我看过这么多炸的就是你这个锅最大的啊 大盘的炸锅 哈哈哈哈 所以炸的东西都比较好笑哦 感觉 哈哈 炸的东西啊 比较好感的啊 是了不会腻啊 炸的东西 哦 哦 你吃了多少CM的啊 你还想要吃 这样子炸了可以放多久不会脆的啊 一个小时多这样啊就软掉了 我没有放那些大汗啊 哦 大汗混啊 是啊 而且放一点下去它就不会软了 哦 不要放了 不要放了就是 姜啊 而且很酱的东西 哦 哦 所以你放一点下去它就很脆了 对 不要放很热 不好 所以说就放米粉啊 米粉啊 米粉啊 面粉啊 这些餐啊 哦 番薯 芋头也熟了 我从小就做到现在了 你啊 所以做工就做到现在了 哦 十多岁就做到现在了 你十多岁就在做了现在 那生意是打包就走打包就走的那种 你做人多打包啦 哦 客人好像知道一样 一炸好人就已经来了 不是说久久来一个 久久来一个 而是顺顺的来 没一下子就打包完哦 很多都是驾着车来买了就走 买了就走 一买就不是五片就是十片 不是十五片就二十片来打的 很少说有买一片两片啊这样子哦 一下子就卖完了 那米又不停的炸了 不是这边的人吗 是北海那边 哦北海那边 这位顾客为了吃这家炸年糕 来了好几次都没有买到哦 这次终于买到 但是还要等十几分钟 因为不够他买的数量 所以了要多等 但是这样子 呃现炸现吃也是好吃的 再不快一点你就 哈哈哈哈 已经来不及卖了 四十五片算很大过啊 没事啊多大一点 哈哈哈哈 八角素人十多二十片 你看啊 哦十 谢谢你 他刚愿等哦 你已经等了十几分你都干愿哦 哈哈哈 我已经来了很多趟 但是他们都已经卖完了 哦 啊 要来吃你就知道了 哎 你要留几块给我哈 哈哈哈 不要不留啊 哈哈哈 那我要等很久啊 哈哈哈 你给我这个拿五个 绿果要吗 哦 番薯拿两个 那两个 两个吧 这个呢是绿豆跟年糕的 绿豆五块 年糕五块 我们来吃一下哦 这个是绿豆饼哦 他绿豆饼呢不是很甜 是咸甜咸甜的感觉 外脆里嫩 哇很香啊 他吃起来有一股米香味 又脆真的很不错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他的年糕 他的年糕呢 就是有表面有包两层 一层是玉坨 一层是番薯 哇这个好吃哦 这个年糕是做的真的很不错 跟我妈做的是一样的 快拿丝了 这年糕呢外皮香脆 所以中间呢 番薯跟芋头很绵 里面的年糕呢很弱 真的很好吃 好啦今天阿晴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了